嗨 大家好 我是Andre 歡迎回到Undertale 今天的...呃...旅程繼續... 向前行 向前...這隻奇怪牛是...牛嗎? 那隻狗自以為是名義術家 但是從來都不知道要創作些什麼 它那一粒狗糧般大小的腦人 恐怕幫不上什麼忙 好兇喔 這又是什麼? 喔 竟然要玩這個 欸欸欸欸 會掉下來 這是做什麼? 帕帕瑞斯雪雕塑 用紅色馬克筆寫著山絲的一塊血... 血團 接下來要玩的是... 神秘的... 滑滑冰嗎? 要怎麼樣做呢? 噢... 雖然不知道是不是這樣子 真的欸 真的是這樣子 這是什麼? 樹林 嗯? 有雪堆 經過的時候有雪堆 這是在做什麼? 雪棚 旺 旺 旺 然後這個是個雪棚 嗯? 那是狗嗎? 真的欸 有狗狗 旺旺 又是你 又是你 是大拳汪 大拳汪 大拳汪 他會願意跟我玩耍嗎? 還沒有興奮到 嗚 太可怕了 招呼過來 口水甩了你滿臉 他明明就在睡覺啊 尋求寵愛 大拳汪被你撫摸的同時 將身體捲縮在你的大腿上 他感覺太舒服了 他入睡了 然後他醒了 好興奮喔 好可愛喔 大拳汪正在用他的前爪 輕拍地面 玩耍 把你團的一個雪球扔出去 讓狗狗撿回來 雪球在地面上摔得七歲 大拳汪把四周所有的雪都撿了起來 然後 帶給你 現在狗狗非常累了 他把頭靠在你身上休息 他就是一個在睡覺喔 大拳汪想要一些親切溫柔的呵護 這個嗎 他將整個身體的重量施加在你身上 你的移動速度減慢了 然而你還是沒有摸夠 所以我還是摸他嗎 補摸能量百分之百分之四十填充 狗狗四角朝天 躺倒在地 哎呀 太有趣了他 大拳汪感到滿足 耶 原來他真的是汪汪 穿著盔甲的汪汪 為什麼 你回去 至少頭要朝上啊 話說 他有一個朝下走的 路要怎麼 這個雪崩 是雪堆的意思嗎 這邊 往下走有什麼路嗎 好像有什麼奇怪的東西看著我 禮物路面對著你 絕拒絕了我的禮物 我怎麼知道你是不是在騙我 喔 用懷疑的眼光 裝飾 你把從地上找到的晃晃眼裝了上去 可惡的熊孩子 慌慌眼 呵呵呵 還是被碰到 卸下裝飾 謝謝你才怪 他到底是要我 幫他拿掉還是不要 沒有手感到悲哀 好一點了 不那麼生氣了 警戒王 打掉一張兒時學鐵龍 跟父母的合影 如釋重負 禮物路的麻煩已經解除了 這有個奇怪的山洞 感覺有點詭異 接下來還是照著 往右邊走看看好了 其實我不知道哪一個是正確的道路 過橋 耶 又來了 人類 這是你最後也是最危險的挑戰 注意了 這次命的恐怖的試煉 這什麼 只要我一聲令下 這些玩意就會盡速啟動 大炮開火 尖刺飛來 利刃切過 每個部件都會瘋狂的上下搖擺 唯一不變的是你渺茫的勝算 準備好了沒 因為 因為 我就 就 要 發令了 你在等啥呢 等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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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馬上就要激活他了 那個 呃 雜看也不像被激活了 好吧 這個難關 看起來 好像 很輕易就能將那個人類擊敗 對 我們不能用這個 我是個有原則的酷龍 我的謎題都是非常公平的 我的陷阱都是專業推敲過的 藍兒這個方法太直接了 毫無水準 Sony 呼 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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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傻 這只是又一個帕派瑞斯的決定性勝利罷了 咧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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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是很好的人啊 很好的骷髏啊 我現在不知道我兄弟打出來 你不斷去幹什麼了 假如我是你的話 我會確保自己能完全理解藍色攻擊 好吧 藍色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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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有奇怪的 Welcome to Snowden 可以儲存檔 這個小鎮看起來是如此友善 你充滿了決心 我到了鎮上了 呃 有什麼 有什麼 有什麼可以放的嗎 進去看看 你好旅行者 有什麼需要的嗎 勞固手套 好 胸 胸 桂 頭 金 情侶 冰棒 獨特配方 增加防禦有什麼用嗎 嗯 離開 等一下喔 好奇 裝備的胸櫃頭巾 裝備的牢固手套 好棒冰可以做什麼 呃 好棒冰可以做什麼 威脅的 欸欸 一些東西都不知道他們可以做什麼 已經用過很多次了 欸 術之 這是武器 沒有攻擊力 呃 攻擊力 沒有喔 這應該是 是 是什麼 防具 喔 這是防具 你越可愛 怪物越不冷心下手 喔 真的嗎 是這樣嗎 看一下 是不是有用 胸櫃頭巾 常見上面畫了腹肌 那我還是裝可愛好了 他說這樣 怪物就不會想對我下手嗎 打招呼 你好啊 歡迎來到雪鎮 我都記不得上次 在這兒見到西面口紅的是什麼時候了 你是從哪裡來的 首都 你看起來不像是個遊客 你是自己來的嗎 在這兒能幹什麼 你想知道在雪鎮 你能做什麼 你可以在 考爾比餐 聽用餐 可以在圖書館中了寫一些信息 如果你累了 累了 還可以在旅館裡 打個盾 就在隔壁 我的姐妹開的 還有 如果你無聊了 你可以坐在外面看那些 豆比 骷髏 忙活他們的事 總共只有兩人 應該是兄弟 我覺得 某天他們突然來到鎮上 然後 招搖過世 從那以後 小聖 就變得有趣多了 看來 大家對他們兩個的印象 都一樣 好好回憶你的歷史課 很久以前 怪物們生活在樹林深處的遺跡中 長話短說 我們都決定離開遺跡 向洞穴鏡頭 進發 在路途當中 有一些毛茸茸的傢伙 喜歡散了雪鎮的寒冷氣候 於是便在這 安家落戶了 喔 還有 不要想著去遺跡探險了 那扇門 從很多年起 就會一直鎖著 所以除非你是個幽靈 或者可以從門縫底下 鑽過去 否則就不要妄想了 你的生活 生活就像平常一樣 有點幽闭恐懼 但是 我們都打從心裡 清楚自由將會來臨 不是嗎 只要我們心存希望 我們就能咬緊牙關 牙關 日復一日 十面相同的固定鏡 這就是生活 不是嗎 好吧 有空常來 他說旅館可以做什麼 歡迎歡迎歡迎雪頂旅館 雪鎮的一流旅館 一碗的價格是80塊 隨時再來 這是什麼 媽媽說睡覺 可以把你的HP 會附到HP上限以上 HP上限是什麼 上限以上 也太疑惑了 繼續往前進 這裡有個 滿的在步行穿過小鎮 試試這個雪下隧道 它設計的非常快捷便利 喔 也太快捷了 再讓我走一走 那邊那位女士 他有一点让我十分困扰 因为你喜欢他吗 我的小肉粿是最可爱的 对吗 兔兔太可爱了 嘿嘿 你不是兔子 兔子吗 本地有只怪物被可恶的少年团 我欺负了 他树上 树状的脚上被挂满了装饰 诶 是那个装饰鹿吗 所以我们开始送礼物来安慰他 如今 在装点好的树下摆放礼物已成为了传统 哦 原来是这样 哟 你也是个小孩对吧 我看得出来 因为你穿着一件条纹衫 熊 这个镇上并没有镇长 但如果发生什么麻烦的话 有个骷髅 就会把情况上报给一位鱼女士 这就是政治啊 哇 里面好多人 点点点 点点点 靠尔比说他想给你一杯水 但是他不碰那种东西 这次是 我听说由于首都越来越拥挤 那边的人们打算移居到这里 嗯 我不希望看完到我们的地方文化 因此而遗失 但我肯定想看到那些城里来的滑头在冰上滑出一个大... 我不知道 这是什么 点唱 点唱机会了 那群狗属于皇家守卫队 由安代英领导的精锐军队 他又出野又吵闹 会把阻挠他的人全部打碑 怪不得所有的小孩都想长大后和他一样 我今天给女孩子们下了个鱼饵了 有人和我说天涯何处无方鱼 嗯 我可有认真听 我马上就能和一条鱼轻轻握我了 他和自己玩着鲁克白 他好像要输了 诶 为什么 他做鬼脸 呵呵 我正打算套一个带着尖刺的项圈 来表现我的性格 那代表着 请算一根绳子并带我散步 想散步吗 在这你最好留心点你做的地方 孩子 因为那个大家伙 会掉到你的膝盖上对你撒娇撒可够 我是个哨兵 哨兵 但从未受到一点尊重 真希望那些骷髏肯燈跟骨头给我们 我们最喜欢骨头了 不管我去哪 菜单也罢 人也罢 总是一成不变 帮帮忙 我想要新饮料 还有帅帅帅哥 人类的食物是不是和怪物的不一样 他还会过急之类的 而且吃下去的时候 他会通过整个身体 太恶心了 我真的好想试试 你喜欢恶心的东西吗 有趣 每个人都不断地通过开玩大笑 与互相互开玩笑逃避我们面临的现代危机 沉闷 拥挤 缺乏阳光 我想参与到他们之中 但是没有办法 我并不疯去 大家都知道地下的生活不是一帆风顺 但我们依然抱以微笑 你问为什么 既然我们无能为力 为什么还要为此忧心忡忡 哇 好哲学的感觉 我们玩怪物与人类的游戏吧 啊 又有个年轻人时的感觉 这世界果然无边无际 也不会又让我当人类吧 哦 他们都是人吗 啊啊 多么动听的敲门声 要是我不硬的话 可能还会听到的 我的耐心有了回报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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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喜欢听那个声音才 这只有这只 这只奇怪的生物在做什么 这有图书馆 万一来到图书馆 是的 我们知道 招牌写错了 嗯 招牌写错了 来 哦 Berry才 来 才对吧 好像多一个B吗 你的那种眼神 你一定觉得填字游戏 很棘手的那类人对吧 嗯 等一下我刚才有拼错吗 Library 我最喜欢从事报纸的工作 因为值得报道的新闻太少了 所以我们只好用漫画 和游戏臭版面 咳嗽 咳嗽 我临界的时候 我的老师 每当没有作业可留时 就用茶字游戏代替 我当时觉得他们只是 浪费时间玩year 但是看看现在的我 地下第一的茶字游戏作者 爱 希望 同情心 人们常说怪物的灵魂 是由这些东西构成的 然而 灵魂中最纯粹的本质人 是未知的 毕竟 人类已经证明了 他们的灵魂不需要 这些就能存在 怪物理史第四部分 不再害怕人类 我们搬离了旧城市 加 我们勇敢地面对 自古的严寒 潮湿的沼泽 和灼热的高温 直到我们到达了 现在被称为 我们首都的地方 心差 不得不说 我们的王在 起名方面实在 真是太糟糕了 正因为有魔法构成 怪物们的躯体 和他们的灵魂 是密不可分的 如果一个怪物 不想战斗 他的防御会减弱 而我们的敌人 越心狠手辣 他们的攻击 就越有杀伤力 因此如果一个 抱有杀意的 强大灵魂发起攻击 嗯 我们就在这 结束这一章吧 我正在写这本书 有个人走进来 拿出了这本书 然后多了起来 哦 抱歉 那本我还没写完呢 怪物们的身体 主要是由魔法构成的 而人类的身体 主要是由水构成的 人类 从物质形态上说 比我们强大得多 但他们永远不能体会到 使用魔法表达自我的乐趣 他们永远不会收到一张 谭木生日赫卡 什么意思 这是一份 关于怪物葬礼的学校报告 怪物们的葬礼 严格的说 非常酷炫 但怪物们老了 然后翘辫子了 他们会化为尘埃 在战礼上 我们拿来这些尘埃 撒在他生前最喜欢的东西上 这样一来 他的精神就会留存在那件物品中 嗯 我凑够字数了吗 我有点讨厌写这个 原来是凑数字 这是什么 这是一本塞满了未开封的垃圾邮件的信箱 哦 帕帕瑞斯 看里面吗 是空的 他住在这里吗 锁住了 床里面锁住了 继续前进 这地方怎么变了 这地方怎么变了 这地方怎么那么的 那么悟 太令我疑惑了 太令我疑惑了 然后再回去存个档 想往上面走走看 现在好像都很少走呢 那个岔路 都是一直往右往右走 有电话 铃铃你好 请问你是加 等一下 难道拨出号码了吗 哦拨出号码了 这是拨出号之歌 呵呵呵 呵呵呵 我们非常抱歉 拨错了好 哦拨错好了 这是拨出号之歌 我们非常非常抱歉 拨出了号 第一 可恶 呵呵呵 难道就为了放那个歌吗 这样让我又想要去 那个奇怪的冰洞看看 应该可以去看看吧 是神秘的地方 可以过去吗 这是一扇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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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有什么特殊的 这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就是有这样 打得开吗 好像打不开咧 好像打不开咧 好吧 算了 继续 往右边走好了 这边就是很诡异 黑黑的 要战斗了吗 人类 请运输我跟你说一些复杂的感觉 这种感觉就像 找到那一个 意面爱好者的愉悦 对于那一个 迷大师的崇敬 想要让一个又酷又聪明的人 认为你很酷的那种欲望 这些感觉 这一定就是现在你的感觉 我几乎没法想象 这种感觉究竟是怎么样的 毕竟我十分伟大 我从不好奇 有一堆朋友是种什么体会 我为你感到遗憾 孤单的人类 别担心 你不会再孤单了 伟大的帕派瑞斯将会成为 不 绝不应该是这样 我不能做你的朋友 为什么 你是个人类 我必须抓住你 然后 我就能实现我毕生的梦想 英姿勃勃 大名鼎鼎 威风堂堂 这就是帕派瑞斯 王家守卫中 最闪耀的星星 好吧 帕派瑞斯挡住了路 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呢 调情 什么 调情 你终于证实了你的真实感受 其实啊 我是个眼光很高的骷髅 我会做意大利面 我会做意大利面 哦不 你已经达到 我的所有标准了 英姿勃势 我必须得跟你约会了 约会还是推迟吧 等我先抓住你再说 额 帕派瑞斯正在为约会 考虑要穿什么 你不是说要推迟吗 哦不 约会还是推迟吧 等我先抓住你再说 要组什么 要组什么 行动不会对这场战斗产生影响 古龙水 不行了吗 如果一直这样持续下去 他会不会 打了一些番茄酱 为什么要在耳朵后面打一些番茄酱 行动不会对这场战斗产生影响 美男双 老树 所以你不愿意战斗 那么就让我们看看你是否 应对我传说中的蓝色攻击 我传说中的蓝色攻击 我传说中的蓝色攻击 往他耳朵后面打一些 往他耳朵后面打一些 滑鼠 我才没有想着约会什么的呢 好快喔 这也太难了吧 魅力高 按住上越久跳得越高 明白没 哦 还是碰到了 比比我用猪特殊攻击 好难喔 他并没有耳朵 我将来的人气啦 哎呦 好快喔 魅力半顾 玩家守卫队长 哇 这什么 好像不行了 一面王 失败了吗 你太弱了 我轻轻松松就抓住你了 我会立刻把你送进小黑屋里 或者 三师会把他叫作我 车库 你现在要被打入狗窝了 嘿嘿嘿嘿 好吧 太过分了 竟然把我打入狗窝 魅之之教的咀嚼玩具 不幸的是 这只是脱水食品 这是个怕拍瑞斯施血的便条 抱歉 我得在安代印到来之前 把你锁在客房 别客气 把这里当作你自己的家 住宿和饮食已经提供 你最捏黑黑的 怕拍瑞斯 他太小了你睡不下 嗯 我被锁起来了吗 嗯 有吗 没有啊 再存个胆 有点不太懂 继续走吗 所以 一定要经过这一关吗 哦 那个人类去哪了呢 等一下 不就在我眼前吗 你好啊 我真担心你迷路了 至少你就在这里 就让我放心了 等一下 你不应该逃跑的 快回来 嗯 一定要 一定要进行这一关吗 真的好难哦 真的好难哦 我还是碰到了 还是碰到了 欸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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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好难跳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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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这个根本闪不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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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行耶 好難哦 十分聪明的逃離了监律 這次我給設施升級了 你不僅會被困住 甚至會不願意離開 咧嘿嘿嘿 有升級嗎 淘寶之前要先說聲 你不見的時候我快疾風了 有些精神筋骨錯亂的帕派瑞絲 真的有升級耶 狗糧 睡不著 我到底要跟他對戰幾次呢 你又回來了 你又回來了 嗯 我覺得這是我的錯 我之前告訴過你 會給你做義大利麵吃 你之所以 那麼想要見到我 只是因為渴望我會給你做這些 好吧 我理解 帕派瑞絲也很飢餓 飢餓敵 渴望著正義 唉 忙著戰鬥 如果我罵他會有 什麼我才沒有想U為什麼呢 所以我 還是得要通過這個 有點討人厭的 關卡嗎 特殊攻擊 還是碰到了 真的 真的破不了這關嗎 根本就沒辦法在天上飛很久 這根本閃不過啊 太過分了 這個 這個根本就是強迫攻擊 又失敗了 你很執著 但是 這是 對我毫無用處 我才是最執著的 如果你覺得 比最執著更執著 那就是錯的 語法上說不通 因為正確的說法應該是 你不像帕派瑞絲 最執著的人 那麼執著 我希望你喜歡這語法課 嘿嘿嘿 我已經搞不懂他在 做什麼了 如果你只是想找個地方住下 直接說 你沒必要和我打 你的房東 拜拜瑞絲 已經變房東了嗎 再回去存檔一次 我到底要怎麼做才行呢 有點搞不懂 難道一直這樣子 對戰他就 會讓我走嗎 有這麼好 簡單的事情嗎 接下來會怎樣呢 你又回來了 我終於意識到 真正的原因是什麼了 你 只是太想再次見到我的臉了 我不太決定自己 能否和抱有這種感受的人戰鬥 但主要是 我真的 開始對抓捕你感到厭倦了 喔 好吧 我想我應該接受自己的失敗 難道我們成為朋友了嗎 牛呼呼 我甚至連像你這麼弱小的人都阻止不了 暗黛音一定會對我失望的 我永遠都加入不了皇家守衛 而且我的朋友 樹野將永遠停滴不前 停滯不前還是 那我們做朋友吧 真的 你想要交朋友和我 這樣的話 我估計 我估計給你一個照顧啦 哇 我們甚至還沒開始我們的最初次約會呢 而我就已經給自己發了張朋友卡 誰能想得到 我交朋友所需要的指示 給別人出可怕的媒體 然後挑起戰鬥 你讓我學到了很多 很累 我特此授予你通過的虛殼 而且我將給你通往地上的指示 一直前行直到你抵達岩洞的鏡頭 然後 你抵達首都之後 穿過結界 那是將我們所有人 困在地下世界的魔法封印 任何東西都進得來 卻無法出去 除了擁有強大靈魂的人 比如你 這就是為什麼 國王需要一個人類 他想用靈魂的力量 來打開結界 這樣一來我們 怪物就可以回到地上了 喔我差點忘記跟你說 要抵達出口 你得 穿過國王的城堡 所有的 所有怪物的王 他是 呃 他是個大隻的毛龍龍的 好好先生 人人都喜歡那傢伙 我很肯定你只要一說 不好意思 竹孟先生 請問我能回家嗎 他就會親自把你帶到結界前 總而言之 先堂到此為止 我會待在家裡做你帥氣的朋友 歡迎隨時過來約會 咧嘿嘿嘿嘿 他剛剛是跳上去嗎 所以之後就可以繼續前進 對不對 這有什麼 冰塊嗎 這有什麼奇怪的地方 船 船 呃 這個字是念船嗎 還是船 有水讓你充滿決心 這也是檢查站 我活著的意義就是跟別人解釋回音花是什麼 沒有人會知道的 絕對不要相信一朵花 這個世間永恆不變的真理 呦 你也是偷偷溜出來看他的嗎 太棒了 他最酷了對吧 我長大要成為他那樣 嘿別把我這裡的事告訴我父母 哈哈 你在這裡 山姿 什麼 你沒有進過同時打兩份工的人嗎 幸運的是兩份工作意味著兩倍的法定休假 我要去考爾比 要不要 考爾比 考爾比 跟著來不 好啊 好吧 如果你堅持的話我會敲個班的啦 如果你堅持的話我會敲個班的啦 這邊走 我只好一條進路 欸 很快的捷徑不是嗎 嘿 各位 嘿三絲 嗨三絲 好啊三絲 嘿啊三三 嘿三絲 你幾分鐘前不是剛在這裡吃過早飯嗎 不是吧我至少半個小時沒吃早飯了 半個小時而已 你指的一定是中早飯 來來隨便坐 嘿喲小心你說的地方 有些怪咖會把屁店放在座位上 那麼我們點餐吧 你點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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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堡包 聽上去挺不錯的 給我兩份漢堡 知不知道這是什麼 對於我的兄弟 你怎麼看 酷 他當然酷 重要 重要是你每天穿著那副行頭 行頭你也會很酷的 只有在迫不得已時他才會脫掉他 好吧 起碼他還會清洗他 而且我這句話的意思是 他在洗澡時也穿著他 原來是這樣 吃了來了 來點番茄醬 是 肚子咕咕叫了 你舉起番茄醬瓶子是要倒 瓶蓋掉了下來 所有的番茄醬 都澆在了你的食物上 哎呀 咦 算了啦 你吃我的好了 我反正也不餓 總之不管酷與不酷 你都得承認帕派威斯非常努力 比如他堅持不懈地 想成為皇家所謂的一員 有一天 他跑到皇家所謂的隊長家面前 門前 請求他讓他加入 以所然然地 他當著他面 把門摔上了 因為當時正式午夜 按第二天 他醒來後發現他竟然還在那裡等著 被他奮不顧身的意志打動 他決定對他進行軍人式的訓練 現在 嗯 冷冷進行中 哦 原來如此 哦對 我想問你點事來著 你曾經聽說過一朵會說話的花嗎 有聽過 原來你都知道啊 回音花 師弟到處都有生長 對他們說點什麼 他們就會一邊又一邊地重複著 怎麼樣 其實有一天 帕派瑞斯對我講了一些有趣的事情 有些時候當四下無人 一朵花就會冒出來對他說悄悄話 有讚揚有建議有鼓勵 也有預言 很詭異對嗎 肯定是誰用回音花對他玩了什麼詭計 幫我留意一下 行嗎 謝了 OK 幫他留意花 這 應該是 剛剛那個聲音 這次休息時間可夠長的 真不敢相信我會為你耽擱這麼久的上班時間 喔 順便說 我身後分門了 能由你來結帳嗎 呃 僅僅 呃好貴喔 開玩笑的 靠二筆記在我帳上吧 喔對了 我本來想說什麼的 但我忘了 太有趣了你 點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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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二筆說你的食物都快冷掉了 好吧 今天大概就先這樣吧 之後 要注意回音花 看起來如此友善 OK 那 之後的旅程 就繼續向右邊行走 然後聽他說的就是經過國王的城堡 然後 穿過結界 應該就可以了吧 OK 那我今天就先玩到這邊囉 如果有任何想對我說的話 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給我喔 謝謝大家收看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阿 嗨 阿 嗨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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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